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告诉了拉夫罗夫 那么这些机密情报是什么呢 基本上从这个华盛顿邮报啊 这些纽约时报这些媒体里面讲 就是两点 第一点 川普告诉了拉夫罗夫 这个恐怖组织ISIS 就是伊斯兰国 准备用新的手法来这个诈明昂克基 这个新的手法就包括用这个 个人的笔记本电脑里面藏炸弹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 川普还告诉了拉夫罗夫 这个情报的来源 那么我们其实整个泄密门呢 最重要的看点就两点 第一 川普应不应该告诉拉夫罗夫 ISIS有新的这个手法 来进行这个恐怖袭击 第二 川普有没有或者应不应该 告诉拉夫罗夫这个情报来源在哪里 那么最后就我们就要跟大家讲讲 川普这个做法到底对美国 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 那么我们先讲第一点 川普要不要告诉拉夫罗夫 这个所谓的机密情报 其实当今世界反恐已经是各个国家共同合作的事情 在反恐方面 无论是中国 美国 俄罗斯 欧盟这些国家 包括一些小国家 阿富汗 伊拉克这些 这些国家的政府都是站在同一条阵线上 跟最大的恐怖组织ISIS对抗 那么所以说在反恐这件事上 美俄双方是几乎没有什么分歧的 那么因为包括连俄罗斯支持的这个叙利亚总统阿萨德 他的对手之一也是ISIS 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川普应不应该告诉拉夫罗夫 恐怖组织有新的手法来准备炸民航客机 我个人看法绝对应该 为什么 我们总不能把美国的航空公司保护好了 有一天恐怖分子炸掉俄罗斯的民航客机的时候 我们拍手大笑 这既不符合国际道德 也不符合我们最基本的人的道德 那么哪怕是我们跟俄罗斯 在美国跟俄罗斯有什么利益上的对立的话 我们也不应该拿恐袭这个事情 拿民航客机被袭击这个事情 作为一种这个利益上的交换 或者这样说 今天的世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地球村的一员 我们经常会到世界各国去做一些商务的 或者是个人的访问 如果有一天俄国的客机被炸了 上面有美国的乘客 我们还笑得出来吗 如果有一天俄国的客机被炸了 上面有欧盟的客人 有英国的客人 有德国的客人 我们还能笑得出来吗 所以反恐这件事上 无论是哪个国家 都是站在同一个阵线上 美国把这个情报分享给俄罗斯 表面上看是向俄罗斯提供了一些情报 但是其实从大方面讲 也保护了有可能受袭击的美国人 那么如果这种情报的分享是双方的 有一天美国也可能从俄罗斯手上 分享到一些反恐情报 那么这对两国都是有好处的 所以我个人看不出 川普总统跟拉夫罗夫分享这个情报 有什么错的地方 第二点 川普有没有告诉拉夫罗夫这个情报的来源 那么或许有或许没有 那么我们就姑且相信他有 那么这个情报来源也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是来源国家 那么目前从媒体的报道来看 川普总统讲的情报来源国家是以色列 那么川普总统有没有告诉拉夫罗夫 以色列这个情报具体是从哪里来的 比如说在SS有美国的一个卧底 有以色列的一个卧底 那么这个卧底是如何达到这个情报的 那么我相信川普总统自己都不会掌握这种情报 因为情报机构机密是他的第一要素 我相信以色列也不会把他在ISIS的情报来源 分享给美国 那么所以川普总统也就无从把具体的情报来源 来源于哪个情报人员 这种信息分享给拉夫罗夫 那么这个可能性我觉得应该排除 那么好 我们再看如果川普总统告诉了拉夫罗夫 这个情报来源来自以色列 那么这种做法会给美国带来什么伤害 那么关于这一点各大媒体 包括《华盛顿牛报》《纽约时报》 把他讲得非常恐怖 那么据一些媒体报道说 以色列匿名的外交官说 这对以色列来说真是一个灾难 然后以色列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外交官说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川普政府发生这些事情 果然发生了 噩梦成真了 那么又说 欧盟的某情报官员说 以后我们再也不会跟美国分享反恐情报了 这些匿名的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或者某个人的这种新闻来源 其实在这半年里边 凡是有关川普的新闻 有关川普的丑闻 都会出现这种字眼 那么这种所谓的匿名的 不愿透露姓名的真与假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新闻报道 来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 有一个人他站出来说 以色列将继续在反恐事务上 跟美国分享情报 我们对于跟美国分享情报 有完全的信心 并期待在川普总统任内 深化这种关系 说话这个人是谁 以色列驻美国大使 有名有姓 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德莫 在新闻发酵的同一天 讲了这个话 那我们看 我们是愿意相信 一个国家驻美国的大使 所发表的言论 能代表他的国家 还是相信一些匿名的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所谓的情报官 所发表的言论 代表他国家的政策 我个人相信 以色列大使讲的是真话 那我们再看欧盟 欧盟在17号跟美国 有一个关于非安上的 一个会议 在这个会议上 欧盟就直接表述 欧盟会继续跟美国 分享有关非安方面情报 所以从这两个 具名的新闻来源 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欧盟还是以色列 对川普总统告诉拉夫罗夫 这个所谓的机密情报的来源 并没有太大的建议 最起码以色列政府 任何一个政府代表 任何一个具名的政府代表 或者欧盟 任何一个具名的代表 没有强烈谴责川普的行为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相信 川普告诉拉夫罗夫 情报来源 会给美国带来 深深的伤害呢 所以其实这个泄密门 说来说去 它的起源 就是在通俄门 川普总统上台以来 一直想做一件事 改善美国关系 但是他的政治对手 民主党以及媒体 最不想川普做这件事 我们回头看 通俄门 通俄门是令到 川普的第一个任命的 国家安全顾问弗林 最后要辞职 通俄门的来源就是 奥巴马下台之前 突然把三十几个 俄罗斯的外交官 驱逐出美国国境 理由是他们干预了 美国的大选 但是这些外交官 或者俄罗斯的黑客 如何干预美国大选 讲了半年 到今天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证据 我们也想象不出来 俄罗斯人怎么能改变 美国人民对总统的选择 那么当这个奥巴马 驱逐俄罗斯外交官的时候 按国际惯例对等的 俄罗斯也会驱逐 美国的外交官 如果这一步 如果真是做到的话 那么美俄关系 大家可以想象 会到了一个新的病点 那么美俄关系的改善 也就不是三两年之内 可以解决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时候 弗林跟俄罗斯驻美国大使 通了一个电话 那么这个电话内容 我想相关的部门 比如说FBI肯定有监听 他们讲了什么 FBI肯定知道 但是弗林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 他跟俄罗斯通电话的时候 他已经被内定为国家安全顾问 但是他还没有上任 他的身份是一介平民 那么他也忽略了 在美国有一条法律 平民是不能跟外国的大使直接联系 更不能谈国事 那么弗林跟这个俄罗斯大使谈的 当然是国事 我们可以去猜测一下 他们谈的无非就是说 奥巴马快下台了 这个做法 无非是希望你们驱逐 我们美国在俄罗斯的外交官 希望你们冷静 不要这样做 这是我个人的猜测 那么所以我们最后的结果 我们也看到 俄罗斯政府非常罕见的 没有对美国驱逐俄罗斯的外交人员 做出报复 让美俄关系没有继续走下一个兵点 那么所以说到头 弗林有没有错 有 他忽略他的身份 他不应该以平民身份打那通电话 但是事情的起源是 奥巴马驱逐了俄罗斯的外交官 大家回看这20年的新闻 除了冷战时期 有哪个美国总统 一次性驱逐了三十几名一个国家的外交官 何况这个还是一个世界的大国 所以奥巴马这个做法 给通俄门点燃了一个火药 最后弗林跳到这个圈套里面去 弗林到底有没有出卖美国的利益 那么现在国会已经请FBI的另外一个前局长 米勒并不是最近被川普吵到那个科米 米勒出面来查这个事情 那么川普总统也说了 希望尽早有一个水落石出的答案 其实我们每一个观众 我们生活在美国的每一个人 也希望有一个早日有个落实的答案 因为通俄门 俄罗斯的黑客干预美国大选 等等这些话题一直在讲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从来没有哪一个部门去认真去查这个事情 国会也没有因此达成一个共识 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部门 在尽短的时间内 把通俄门把俄罗斯黑客 对美国大选的干预给查个水落石出 到底所谓的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 干预在哪里 它通过什么样的手段 改变了美国人民的选择 我们希望尽快有个答案 半年以来就像我们这个节目刚讲的 我们一直在讲川普的丑闻 这种政治的对立 大家认为对美国的经济 对我们平民百姓的生活 是一个正面的影响吗 肯定不是 那么所以无论是通俄门也好 泄密门也好 等等所谓川普的丑闻 我们只希望不要只讲丑闻 要讲证据 讲结果 川普总统如果真是有做错什么 那就罢免他 反正我们手上有选票 美国的民主制度 让我们能够自由选择我们的领导人 所以我们希望川普的丑闻 不要不断的发生 不要再全年我们这个节目都在讲川普丑闻 我们更愿意讲美国的经济的发展 美国民生的变化 好 休息一下回来 我们再讲另外一个国家的民生变化